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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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Sandra 今次我们会去全港最大型的 鐵板烧日本料理 去试试四月推出的优惠套餐 只在398元便可以吃到超过10道菜 这间餐厅是 板神鐵板烧日本料理 餐厅有四间分店 今次我们会去铜锣湾旗艦店 大家过来 只要在铜锣湾港铁站私出口出 然后转左直行 到灯口转右过对面马路 再直行前面 就是信和港场 见到旁边有一个入口 就可以进去 然后上一楼就到 一进来餐厅 就见到很豪华的水吧 这里整间餐厅 是有14000尺 那么大 是间了很多房 加上是有9间房 房是有大有小 但是如果将其中两间房打通的话 最多可以坐到26人 今天安排了我们的房间 是可以坐到8个人 但也可以间开变了4个人一间房 那私引度就会高一点 这间房间环境和景观都不错 还有些海景 今天是餐厅 邀请我们来尝试 这里刚刚推出的优惠套餐 让大家在復活节 可以吃得丰富又吃得底 刚刚推出的是 这个感谢制优惠套餐 是由398至648 周末和假期都一样供应 而且是全日 包括午餐和晚餐都有 这个价钱可以吃到14道菜 最吸引的是南非鲍鱼和大虎虾 还有带子、白雪鱼和鹅肝 可以选其中一款 而肉类可以选日本豚肉 也可以选牛肉或者两款和牛 又便宜也有贵 看自己想吃哪一款 和牛可以选薄烧或者口烧 今天我们会试的是 最便宜的豚肉和最贵的口烧A5和牛 首先员工给了我们的醬料 右边的是海鲜醬 中间的是岩盐 左边的是芝麻面糕醬 是用来点肉的 等一下厨师来到 便可以看着厨师的烹调 也可以看着美景 真的很烦 真是挺炭的 先到了前菜和沙栗 是有一碗鲤和小小粒的植物 这是青鱼 沙律颜色很漂亮 看到是加了不同的果仁 有很多材料 沙律酱是他们自己调的 味道酸酸甜甜 有多开胃 调得挺好吃的 我特别喜欢他们放了很多果仁 所以是很香 那就没有那么单调 而青鱼色味道是有点酸 也挺开胃 青鱼是炸过 再加了一些醋和味淋浸泡 另外加了洋葱丝和萝卜丝 所以是挺香和挺好吃的 还未到下一道菜 厨师先给我们看一下 一会儿会做的海鲜 是有南非鲍鱼 有大虎虾 白雪鱼 和鹅肝的 看到鲍鱼还是在动的 真的超级新鲜 大虎虾是非常大 真的好巨 之后到了刺身 有三款 看到是摆设得非常漂亮 先试一下油甘鱼 因为它是厚切 厨师已经切开了一格 是挺贴心的 一入口就有即溶的感觉 是很鲜味 我是很喜欢这种溶化的口感 真是很棒啊 之后试一下尺虾 虾是卷在一起 其实也挺大 它的颜色是非常有干扎 入口是带有些甜的味道 也有些黏口的感觉 还带有少少弹性 真是一事难忘啊 另一款是吞拿鱼 一样是非常有干扎 入口也有即溶的感觉 是非常美味 这三款刺身 都给到我惊喜 之后厨师开始煎海鲜 是有白雪鱼 是非常厚肉 还有南非鲍鱼 还在移动 听厨师说 鲍鱼是在缸里养着 所以非常新鲜 让大家看看厨师如何剥虾 中场我们等下一道菜的时候 一点都不会觉得闷 鲜上碟的是鲍鱼 刚才生厨厨的鲍鱼 现在可以给我们品尝了 厨师已经越先切开了 这是很容易吃 非常细心 那么新鲜 就要先试一下原味 入口是很爽口蛋牙 是有点咸味 刚才没有放任何调味料 只是有点咸水味 我觉得都够咸的 味道是很鲜味 也可以点点海鲜酱 海鲜酱是有点辣 也挺好吃的 这种吃法也挺好 之后要试一下白雪鱼 白雪鱼 也不便宜 现在用慢火煎 就会令外层很焦脆 可以看到有一层薄薄的焦脆面 入口是非常香 热热加上有牛油香味 外层脆脆的 肉质也很滑 另外厨师也加了些酱油 所以就没那么利 是多有惊喜 我和老公Wingo都争着要吃 之后厨师烹调大虎虾 准备上碟 这个大虎虾是属于缅甸虾 另外还有小小的青椒 很可爱 而酱汁是用新鲜虾 加了些蔬菜 洋葱等等来调出来 所以我觉得酱汁是这道菜的精华 还没吃已经闻到很香 那要试一下 入口果然酱汁非常浓郁 感觉好像吃了龙虾汁一样 可能酱汁是新鲜虾的精华 我觉得喜欢吃龙虾一定会喜欢这个酱汁 虾的口感也非常淡牙和爽口 日本青椒也挺爽口 挺好吃 整体也非常好 接着要试一下鵝肝 煎好的鵝肝夹在迷你汉堡包的中间 非常可爱 入口非常juicy 但外层是脆脆的 汉堡包也很松软 油脂滲入在包里面 非常香 接着这款398元的豚肉 煎好的豚肉和洋葱一起炒 再加上生姜汁 非常香 然后会用春卷皮包煮 可以吃到另一种口感 上面还有一些葱花 厨师慢慢包好 这种吃法有多特别 炒之后放在一片面包上 让春卷不会太油腻 大家如果不吃牛 都可以选择这款豚肉 试试 味道是多香 就不会太油腻 是带有些姜汁和洋葱的味道 所以挺好吃的 豬肉也很腍 挺好 大家如果多些人来 或者可以分享不同的餐 可以吃到更多道菜 之后到口烧A5和牛 A5和牛非常厚 A5是日本顶级和牛 看到油花这么漂亮 和均匀 就知道是顶级了 看到厨师慢慢煎 我已经很想吃了 我就点了五成熟 左右 煎好之后切好 一样是放在面包上面 另外会配蒜片 是他们自家制的 和牛是煎得很好 和很均匀 先试一下原味 入口是有融化的感觉 油脂是很丰富 是非常香 是完全没有渣 也有牛肉味 因为通常油脂豐富 就吃不到牛肉味 但这个又可以 之后和蒜片一起吃 就没那么腻 这种吃法我觉得更香 是有蒜的香味 蒜片也很脆 一起吃是更加丰富 之后试试点芝麻面史酱 可以中和一些油腻感 不过我最喜欢的吃法 就是和蒜片一起吃 之后见到厨师炒饭 我们等的时候可以看着厨师炒饭 又可以见到外面的夜景 难得可以放松一下 一碗炒饭的份量都挺多 颜色是很漂亮 炒饭是粒粒分离 里面有很多洋葱和葱花 闻到很香 里面有腌肉 有鸡蛋 有红萝卜等等 味道是多香 但个人觉得如果可以加些甜味 会更加好的 之后还有面史汤和植物 面史汤味道正常都OK 而植物是牛榜和日本青瓜 味道酸酸咸咸咸可以烧制 最后还有两款甜品 一款是焦糖多士 是刚刚厨师做的 煎起冷凍了就可以吃 咬下去焦糖是很脆 吃完已经非常饱了 但还有另一款甜品 是奶冻 上面有红豆蓉和黑豆 我是最喜欢吃奶冻的 奶冻是微甜的 和一些比较甜的红豆蓉一起吃 就刚刚好 挺好吃的 吃完十几道菜 真的非常满足 Wingo都觉得非常饱 总结来说 这道食物非常新鲜 水准也很高 而且有美景 真的很能在这里 慢慢享受每一道菜 大家可以趁着福活节假期来享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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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ea 今天分享就到这 还未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 有你支持 我们继续拍多些影片分享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